说到美女宅男女神 这类词汇十个人有九个都会提到林志玲 娇好丰满的身材貌美脸庞 加上高情商娇滴滴的声音 直男展林志玲今年47岁也未见岁月侵蚀 反而一直因为渴望不可及 在许多人心中成了一抹风情 去年还跟言成旭不断的放闪 在媒体面前隐晦的秀恩爱 藕断丝连的节奏 让网友们以为两人很可能已婚了 只是没想到男主人公换成了别人 最痛心的一向不是美人变老 而是嫁做人妻的女神 回想林志玲嫁给黑泽良平 成为日本媳妇已经有一年时间了 只是没想到近日被爆出了 林志玲遭受家暴 女神被暴打 在爆料中可以看到林志玲鼻骨受伤 手部脸上都有被暴打的痕迹 在病床上虚弱的躺着 闭上了眼睛 似乎不思想面对现实和旁人 照片一出 哗然了 果然跟大家猜测的一样 日本人妻地位低下 媳妇不好做是真的 网友们追踪蛛丝麻迹时 发现了更多的细节 某活动林志玲的膝盖一清 在厚厚的粉底遮盖下还很明显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志玲姐姐满心欢喜 嫁给小七岁的男人 真的是个暴力狂吗 随后爆料发出的不到三天 林志玲上线 驳出了这种言论 所谓的暴打照片 原来是林志玲当初 坠马事件的图片 被无良媒体胡编乱造 婚姻不幸的内幕 给本人淡去了很大困扰 只好发视频解释 自从结婚后 林志玲的商务活动也大大减少 公众场合并未见过她的身影 只是在家里 乖顺地穿上了和服 做了日本人理想的小女人 再紧致的和服层层包裹 她的完美笑容 似乎都显得疲惫 似乎都不及在国内 出席活动的她 美丽优雅来得动人 其实 战争的美人 我们品评她 是内力有美 却美而不自知 自从林志玲嫁给黑泽良平后 她欺负的动态 都被网友疯狂抨击 女神为了一个日本男人 丢失了在中国 大部分粉丝的喜爱 在很多人看来 这一举动是很不明智的 那么 从林志玲的角度看 她为什么要嫁给一个日本人 林志玲从小在宝岛长大 最初接受的教育 也是来自那里 所以 她的喜好 和普通的宝岛人 类似 都深受历史环境的影响 由于历史原因 早年有很多宝岛人 爱穿和服 喜吃日料 常驻榻榻米 而且那时 很多当地流行歌曲中 都有日本生活场景的重现 从衣食住行 到文学艺术的浸染 使得有漂泊感 又爱诗意的宝岛人 对日本产生了很深的亲切感 林志玲的家在台北 受当地气候影响 台北人的性格 有些令人难以琢磨 犹如附近的日月谈名字一般 冷热不均 阴晴不定 他们的行事风格 是个人做好各自的事 尽量不去麻烦别人 小时候的林志玲 一直很害羞 可她的内心却很执拗 即便她做错事 也不想承认 只是在那里 坚持自己的主意 一直不说话 林志玲很像是一块 花生夹心的巧克力糖 外面的柔情 让人看得很心疼 内在的刚强 令人望而却步 林志玲初中毕业后 到加拿大 开始留学生活 这一段时光 塑造出她独立勇敢的性格 遇到各种委屈事 她会站出来维护自己 不过 等到30岁时 林志玲一夜暴火后 她的倔强真我 又被她包装起来了 她认为在娱乐圈 只有不倔强 才能拥有快乐的感觉 林爸爸看到女儿 为了照顾他人的感受 而委屈自己 便直言一定不能将女儿 嫁给包到本地人 因为当地男人太胆小了 林志玲需要一个 有担当 无惧流言蜚语的 勇敢男人来好好爱护 林志玲出嫁时 刚好45岁 这个年龄对男人来说 或许是一个 令人振奋人心的阶段 对女人来说 却恰恰相反 无论你信与不信 45家的女人的中年危机 就在那里 只增不减 从表面看 近年来的中年女性地位 在不断提高 各种适养女性独立的影视剧 都成了年度热门 可是 现实中的大部分中年女性 都挣扎在医美广告之中 她们清醒地认识到 并不是穿着廉价衣衫 满身都是肥胖文的中女 迎来了美好时代 而是有言有钱的中年女人 才能够乘风破浪 美如林志玲的中年女性 虽然拥有乘风破浪的资本 可是岁月在一点点流逝 林志玲的青春逐渐逝去 她维护美貌的成本在逐年增加 她在事业上的资源 却在慢慢减少 很多资本大咖 都纷纷将资源转移给 更年轻的女孩子身上 都是年龄惹的祸 林志玲在圈内的这些年 她的自我价值一直不被承认 始终被认为是一个花瓶 同性对她的嗲怀有敌意 杨岚还问过林志玲 这嗲是不是装出来的 林志玲可以对所有 不怀好意的言论都温柔一笑 可她对年龄办不到 她或许知道自己的事业 巅峰阶段已经过去了 因为每个明星的舞台光环 都不会太长久 林志玲是清醒的 她明白 在中年危机来临之前 让自己嫁出去是最明智的 明星的光环 她已经享受得足够 接下来她要做一位好太太 恰巧黑泽良平 是那个一直守护在她身边的良人 黑泽良平身材魁梧 气宇轩昂 动起来像是一只皎洁的豹子 不动时又格外的潇洒文雅 最关键的是 黑泽良平的温情陪伴 打动了林志玲 她愿意一整夜不挂电话 听林志玲的心声 终于赢得美人心 不过 严承旭和林志玲之间的感情 一直是很多人期待的美好爱情 他们最后没能走在一起 真的可以说是全中国网友的遗憾 那么在林志玲眼里 严承旭真的不如黑泽良平吗 首先 严承旭的性格并不温和 由于出生于单亲家庭 她明白妈妈养育她长大的艰难 她一直想对妈妈好一些来回报至亲 可是因为小时候 妈妈一直忙于工作 没时间和儿子交流 这就导致严承旭不懂得怎么表达爱 当妈妈没有听她的话 去好好保养身体 她就会发脾气 另外 严承旭也不是一个勇敢的人 每次媒体问林志玲 关于两个人的恋情发展时 都是林志玲自己在那回应 严承旭很少勇敢站出来 一直用好朋友的回复来打太极 最关键的是 以前他们都看着 发展工作 爱也慢慢被消磨殆尽 等到女生想嫁王子相娶时 就会发现对方都已不再是 当年那个样子了 很多网友表示 林志玲既然不想嫁严承旭 中国有这么多男人 为什么不嫁其他中国男人 林志玲原本是中国男人的幻想 无论嫁给中国的哪一位明星富豪 对方都会承受很大的舆论压力 她的事业也会受到影响 嫁给外国人 对方不会在意中国网友的谩骂 受文化差异的影响 即便对方会中文 也很难完全理解黑粉的言论 做日本人的妻子又好在哪里呢 在日本 如果一个家庭依靠女人养家 这家的男主人就会被周围人嘲笑 我们看到影视剧里日本女人在丈夫面前 揉声细语的听从指派 这些都是日本男人的表面风光 因为日本男人的工资全部上交 工资卡在妻子手里 每个日本男人从妻子那里拿零花钱时 都要说谢谢 因此 日本的全职太太有很高的家庭地位 她们能得到丈夫和全社会的尊重 虽然以林志玲的身家 她根本不在乎丈夫的那些资产 可能她需要认同感 需要安稳的家庭生活 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 林志玲为什么在婚后减少工作量 或许是因为她真心想将生活的重心 转移到家庭上 黑泽良品这样一位日本男人 给了她无限的安全感 嫁给黑泽良品 林志玲可以安心的做太太 不用再像赵丽颖 杨幂 唐妍那样 在生宝宝后不久就付出工作 来维持地位 而且日本人黑泽良品和林志玲 在幼年时接触到的宝岛人 都是一样的 她们都不愿意麻烦别人 有着温文人雅的情绪能量 林志玲看着黑泽良品 可能就像看到家乡人 回顾林志玲嫁给日本人的三点原因 我们发现每一点都令人怜惜 我们也祝福她 即便以后在日本发展 依旧可以闪闪生辉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